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的天气是7.6度 地点是在我们花莲的光富巷一旦 至于未来的天气等等 我们就再从卫星云图一起来看看 明后几天的天气变化 就填上这个图上的资讯来看 主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势力 还是蛮强的 而且呢 盘踞在我们的东半部 而高压处在的位置呢 也让这个南北方的云气下不来 当中我们看到在台湾上空的云气 则是因为对流发展旺盛的关系 所产生出来的对流云包 明天的天气状况我们预估 上半天各地都还是多云道气的天气 但是中午过后 各地下午后雷的现象就会发生 而且这样的天气形态 预估还会持续到周末 所以在中午的这些时间点外出的话 观众朋友请记得细带云去 而在我们山区活动的部落族人 也请注意自己的安全 至于温度上的呈现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来看 从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一股北方的这个低压带 还拖着一股长长的云气 而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还是盘踞在我们的东方 风向是以这个东南风为主 所以温度上的呈现 还是属于高温闷热的一个状态 特别要提醒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们 因为受到这个地形的影响 明后两天可能会有焚风的发生 注意部落里头更详细的天气预测 一起来看为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来到屏东的狮子牡丹跟满洲 高温是维持在33度 注意午后雷雨的状况 泰伍来一根春日 高温是维持在34度 同样注意午后雷雨的状况 三地门屋台跟马加 高温是冲到了35度 这样已经会最高 是来到了六成 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 降到14度地点是在桃园 而高温是维持在34度 加一的阿里山 温度是落在12到32度之间 这样已经会最高来到八成 南头的原乡地区最低温 降到13度地点是在仁爱 而高温是来到了32度 台中的和平温度是落在 17到32度之间多云的天气 苗栗的原乡最低温 降到21度地点是在南庄跟泰安 而高温是来到了33度 新竹的原乡地区最低温 降到17度地点是在坚实 而高温是来到了34度 北部地区乌来根复兴 最低温21度高温是维持在34度 情道多云的天气 宜兰的大通跟南澳 高温是冲到了35度 同样注意午后雷雨的现象 花莲的部分 新城花莲市跟吉安 最低温27度高温是冲到了34度 情道多云的天气 秀陵跟万荣 高温是冲到了36度 情道多云的天气 寿风跟风冰 高温也有36度 降以去会最高是只有两成 风铃光复跟瑞碎 高温是来到35度 同样也是情道多云的天气 拙心玉里跟副里 最低温降到13度 高温是来到了37度 台东海岸线的部分 最低温26度 高温是来到了36度 重谷地区 最高温是来到了35度 而低温是降到15度 地点是在海端 陆野台东是跟北南 高温是来到了34度 南回地区最高温是 维持在36度 而低温是降到21度 雅美大乌族人的蓝雨 温度是落在26到32度之间 外岛的连江金门跟澎湖 温度是落在27到36度之间 外出看天气 让您出门不露气 明天在清晨的部分 中南部预估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雨量雨时都不大 反倒是中午过后 下午开始雷雨的机会就会出现 而且雨是下得又大又急 对于瞬间性的大雨 不管是在山区 或者是平地地区的朋友们 大家出门就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另外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面对不下雨时的高温炎热 在户外活动的话 就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以及相关热伤害的发生 这就是今天晚上 到明天的气象预报 祝福大家一切顺心平安